原标题 郭天绪,郭天绪,于是乎,郭子兴死后,郭天绪,郭天绪兄弟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,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元帅的位置。当然,郭天绪,郭天绪虽然当仁不让,但心里却当仁不让,朱元将这个总兵掌握了和周成的兵权,拥有精兵和良将,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威胁。 拿破远说,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,郭氏兄弟却是这样说的,有朱元璋在,这元帅还不如士兵豪当。 因此,郭氏兄弟很快就把父亲脱钩那段,把朱元璋当亲兄弟的话,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 无独独丈夫,只有除掉朱元璋,他们才会心安,只有除掉朱元璋,天下才会太平。 当然,要想除掉朱元璋,直接硬碰硬地对着干,郭氏兄弟知道,他们肯定不是朱元璋的对手。 既然明的不行,就来岸了,于是乎,他们很快想到的方法是下毒,毒从何来,当然是要垫的。 然而,正当郭氏兄弟派人买披霜时,被朱元璋的毛氏李善长看见了。 怎么买这么多披霜啊?可以毒死一头牛或是一头猪了? 李善长问,牛猪算什么?简直可以毒死人。 当时李善长的名气还没有完全打出来,那人并不知晓他,因此毫无提防地随口答道。 只一问一答就足够了。 李善长知道事情的严重性,马上告诉了朱元璋。 朱元璋一听心凉了半截,我以尽心尽力来照顾你们这两个孤主了,怎么你们却不容我,反而要害我呢? 当然,雷厉风行的朱元璋并没有只停留在心里说,而是对郭氏兄弟直接说了。 现代人通常会发出,爱要怎么说出口,朱元璋表现的趣事,恨也要说出口。 当然,说话是要讲究技巧的,时间,地点也不。 可或缺,这天,朱氏兄弟也许是一时心血来潮,也许是闲来无事,也许是吃饱了撑的荒。 总之,他们决定去南山赏局,樊臣仙子落方局,青香漫舞醉南山,这种感觉一定很美。 考虑到了青春作伴好还乡,郭氏兄弟还叫上了朱元璋。 朱元璋是聪明人,本能的反应是人五百日好,花五百日红。 这花不是那么豪赏的,花之所以这么红,那是因为鲜血染红的。 这一去,郭氏兄弟是想让我的鲜血来计划吧。 按常理说,去无好处不如不去,但郭氏兄弟现在是主子,朱元璋现在是臣子,主子相邀,他能不去吗? 去,没有好果子吃。 不去,又不行。 朱元璋当然选择了去,但为了不吃坏果子,他来了个先发制人,走到半路时,朱元璋突然双腿加安,双手一提马将,那马长丝一声人力而起,朱元璋仰面望天,嘴唇如动,嘴里念念有词,似在低速,又似在自语,亦或在语人长。 谈 郭氏兄弟好奇地望着朱元璋的举动,正不明所以,突然,朱元璋回过头来,用手指着郭氏兄弟,劈头盖脸就是一阵大骂,你们两个卑鄙的小人,和曹操有一笔了。 你副帅托过于我,要我好心辅佐你们,我凡事鞠躬尽瘁,任劳任倦,你们却要陷害我,这是何道理? 什么陷害?哪跟哪的是啥? 郭氏兄弟文言脸色大变,极力否认。 刚才空中有金刚神甲飞来告诉我,说你们在韭菜中下了毒药,想送我到阎王那里去,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? 没,没有的是啊。 郭天旭和郭天爵对视了一眼,再度达成统一,有默契地进行否认。 既然如此,那你们两个把这些酒给喝了,把这些菜给吃了。 朱元璋跳下马来,吃着韭菜对郭氏兄弟说, 郭氏自然不会吃,但一时又找不到拒绝吃的好理由,眼看阴谋道路了,最后只好来了个不欢而散,一招不成,郭氏兄弟没有灰,心也没有气馁,马上又祭出一阴招。 请神,你朱元璋不是搬来金刚神甲来相助吗? 那我们也请神皇来相助,唯一不同的是朱元璋请的是死神,而他们请的却是活神,这个活神叫小冥王。 说起小冥王可能大家有点陌生,但说,他的真实姓名韩灵儿大家应该就有印象了,如果再说刘夫通大家,就更如雷贯耳的。 前面已经说过,韩山童被杀后,游夫通扶持他的儿子韩灵儿为皇帝,号称小冥王。 小冥王虽然年纪小,但有三老,一是资格老最先革命,二是资历老革命创始人韩山童的儿子,三是资质老第一个称王者。 郭氏兄弟本着家有三老如有一宝的原则,不顾山高水远,亲自去拜访了小冥王一汤。 如果你认为郭氏兄弟这是去公费旅游,那就大错特错了,毕竟去使鸟精心,归石花半戎。 郭氏兄弟提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去,也没有空手回,双手捧了一。 各证书之类的东西,并且第一个便交给了朱元璋。 朱元璋一看差点没戏的吐血。 原来这是任命书,但见上面白纸红字写道,首先省去那可恶的八个字,封国天旭为都元帅,张天佑为右傅元帅,朱元璋为左傅元帅。 也就是说,朱元璋在军中是第三把交椅。 按照托姑来说,这是和秦和礼的,但郭氏兄弟心怀叵测,非要走非法程序,想借小冥王的御守来个名正言顺,彻底压制和扼杀住朱元璋。 当着众人的面,朱元璋诚服在身,也认为这是对他极大的羞辱,极大的不尊重。 于是,他愤怒了,发作了,拿起任命书狠狠地扔到地上,用脚边踩边倒,大丈夫处是犀利功名,利功名息畏平生,畏平生息,岂能受制于人。 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,弄不好当场就要刀剑相剑。 正在这个结果眼上,他身边的李善长出手了,用脚轻轻地碰了他一下。 朱元璋默然醒悟过来,马上拾起任命书,说, 大丈夫虽然不能受制于人,但小冥王是革命军的领头羊,在革命队伍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,归附于他们, 一是可以弥补自身实力的不足,二是可以把我们的革命队伍作强作大,也是好事一件吗? 就这样,一场纷纷风风波,就这样点到为止。 当然,令朱元璋幡然醒悟的还有,小冥王邦给了任命书,只不过是一张空头之跳罢了。 什么都元帅,什么左元帅,右元帅,到头来,还是要靠实力说话。 折实力者的天下,朱元璋相信自己的实力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